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3年1月4日 维拉利尔逝胜卡泰珍拿 周三凌晨 西班牙杯第三圈隆重打响 卡泰珍拿与维拉利尔狭路相逢 卡泰珍拿近矿欠缝 同时整体实力又不如维拉利尔出色 经账卡泰珍拿大概率会止步于此 如果只是在西以赛场 卡泰珍拿实力还是可以的 21轮取得9胜5和7负鸡的32分 排在第8位 与生前队伍的积分差距甚小 毫无疑问巩固当前排位 甚至是冲击更高排位是球队赛季目标 当然了 卡泰珍拿与生金百战 并在欧洲联赛场夺得冠军的黄色潜艇相比 还是有所差距的 卡泰珍拿防守的确不错 这也是球队能够持续保持真胜利的原因 奈何攻击力较为疲软 过去5场比赛紧入2球 其中在半场结束前曾连续6场颗粒无收 西班牙杯方面 卡泰珍拿从第一圈开始打起 常规时间整体取得一胜一合 但仔细留一踢的并不算特别满意 尤其是第二圈只能通过12码大战才显中求胜 如今来到第三圈 对手的实力势必会越来越强 卡泰珍拿本届旅程或许真的到头了 相比世界杯开赛前几周 维拉利尔如今的精神面貌明显好多了 尤其是通过友谊赛 初来乍到的席迪恩总算找到核心团体共存的方法 慢慢产生了化学反应 拿下维拉和拿玻璃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森姆尔卓和斯尚伦比赛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西甲入球账户 此子状态的复苏可以为阿利士、巴尔拿和阿诺丹族马分担责任 让席迪恩在战术板上多了一个棋子 起到丰富进攻的作用 黄色潜艇的防守非常硬朗 军场仅施073球的后防线 在联赛中仅次于排名第一的八赛 军场失04球 球队可以通过防守反击去打开场上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维拉利尔在西班牙杯赛场没有什么亮眼荣誉 但近几届至少也是闯入到第四圈 其中还曾打入到半准决赛 这显然比金帐对手要好得多 再加上阵容实力上占优 维拉利尔是亦有望晋级 感谢你的收听 紧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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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